哈喽,欢迎收看小龙包电影 今天包子给大家介绍一部 丑女一激动就会全身长毛利能钢顶的喜剧老港片 电影围绕四个丑女展开 五官俊美的假发妹 因为一串了秃头老爸的秃头 头顶那块怎么也不长头发 滴滴道道的地中海 为此她不仅天天戴假发 性格内向自卑 只要她一听到秃头俩子 她还会控制不住自己 开始暴打那个说秃头的人 第二个妹子是天生长了一大块胎 记在左脸 为此她被喜欢的男生嫌弃 第三个妹子则是抱牙妹 名副其实是个抱牙的她作为总结秘书 即使工作勤恳认真 也绝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最后一个就是女汉之苏梅 苏梅由于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多 全身毛发旺盛 力气也比一般男人大 因而在公司做起了保安 可能有观众朋友觉得 这不是什么事 做一下激光脱毛不就好了吗 然而苏梅的问题是心理问题 当她还是个学生时 她曾遭到金鱼老的猥亵 当时她受到刺激 突然开始浑身长毛 力大无穷 虽然保护了自己 却也落下这个病根 一气动就会毛发瞬间疯胀 怎么踢也不管用 四人同在一间公司 总被公司的女主管等外贸协会瞧不起 同病相连让他们成为了朋友 改变他们生活的是公司新来的一个设计师 小春 小春举止 娘里娘起 但为人却热情善良 不仅请四人吃饭 多知四人被人瞧不起 还总想办法帮他们 一来二去就和他们成了朋友 这天听说苏梅学生时期的初恋回来了 小春便热心的帮他剃毛 苏梅这才顺利和初恋约会 只是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得去洗手间剃一次毛 为了帮他 小春还被人当成变态打了一顿 苏梅刚剃完 出来看到小春被打 一下愤怒了 毛发开始疯涨 初恋看着这个山顶洞人 立马就告辞了 苏梅一边心疼小春为他被打 一边心疼自己没人要 都说乌漏偏风连夜雨 恋情都不顺利的他们 刚好又遇上公司财员风波 本来就瞧不上 他们这几个丑女的女主管 更是趁机把勤勤恳恳干活的 私人给扫地出门 私人人生彻底陷入低谷 又丑又穷的生活太艰难了 小春于心不忍 决定帮他们变美 可是整容的话 不仅费用是个问题 就他们这外星 整容一生都连连摇头 要是回路重造可能更快点 小春只好在网上找到一个 据说很厉害的外科医生 八两斤 八两斤不但看起来很不靠谱 治疗方法也很不靠谱 说是要用惊吓疗法 私人死马当活马医 从此开始了 每天都像生活在鬼屋的生活 有时走出房门外面是万丈深渊 有时睡着睡着 床上突然堵出一只鬼手 刚开始每天过得心惊胆战的 后来居然也慢慢习惯了 一阵子后他们真的变美了 走在街上那回头率百分百啊 恰好公司总裁也是个色赔 看了眼招人 又重新把他们招了回来 他们回去后利用自己的美貌优势 开始报复之前对他们冷嘲热讽的 女主管和总裁 偷偷拷贝了他们俩探公司公款的证据 交给了警察 两人被抓后 死人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 小春和苏梅继续做朋友 其他三人也各自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这结局很有典型港片喜剧的 何佳欢精神 做人嘛 最重要就是开心咯 如果你的女朋友很美 却是个秃头 你能接受吗 最后都看到这儿了 不妨关注一下 自打工作后 也快秃顶的小笼包吧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